第一招 祝開工順利 請來一請掌聲鼓勵 市長陳其邁與立委邱藝營 出席高一山三線道路重建工程動土典禮 陳其邁表示 感謝中央支持橋樑興建預算 完工後將串連東九區豐富的觀光資源 真的要感謝邱委員那樣器而不捨 從2018年本來在西底下的便道被沖掉之後 我上任之後把原來的路程原地重建的便道 現在最終的解決方案就是12億的橋樑 這個橋樑一做好 以後在我們也不是只有觀光 還有農產品以及救命路線 因為有時候一定的山、崩嶺 這間又是一條路人形 這樣對我們投完六區不來 才會出來跟市區裡面 這條路可以說非常要緊 陳其邁表示 市府在六規投入大量資源 包括六規行政中心改建 保來一號橋、高一山三線等 其中高一山三線預算 由原來的7億增加至12億 從我們的六規行政中心改建 到保來一號橋 到現在的高一山三 這幾條大的交通建設 讓六規變成要前進到我們的南橫 現在南橫也已經通了 這段東西串聯整個東九區觀光的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路線 也是我們的救命的路線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謝邱英委員 能夠在地、在中央 能夠幫我們爭取 很不簡單的一個預算 這個其實是難度最高的 不然這些事情就不會留給我做了 那如果之前 這幾天簡單的一億兩億 早頭前都都做了 這十億元的交流 是有夠貴 但是真的有需要 所以感謝這個行政 這個應該我們送醫院來 就給我們支持 工程總經費約為12億元 道路總長約450公尺 路寬約7.5公尺 雙向各配置一車道之道路 可活絡六歸周遭觀光產業 提升居民經濟發展 及生活品質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